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志卿还晒出了一张小时候与爸爸和温馨的合影 那个时候的黄志卿还非常年轻 脸上一点皱纹也没有 而黄志卿还是个小宝宝 黄志卿紧紧地把黄志卿拥在怀里 拘兽投足之间的满满是父爱 由于这是黄志卿丧妻之后度过的首顾父亲节 淡讯父女俩的情绪还没有恢复的网友们纷纷留言为他们加油 虽然黄志卿这次没有露面 但是有女儿的爱心餐以及外门的祝福 相信她很快的就是能走出丧气之痛了 讲真的 游乐圈当中走好男人设的人明星有不少 但真的很少有像黄志卿那样 始终是贯彻如中的 黄志卿与梁志卿结日为时 黄志卿是第九期TVB训练班出身的 而梁志卿则是第八期训练班出身的 尽管不是同一届训练班出身 但各自出来演习之后 有了不少的合作的机会 继而欠生倾诉 据黄志卿回忆到 初时梁志卿时 感觉对方是一个爱说话 又有点胖的小妹妹 非常的可爱 听得出来 黄志卿对妻子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黄志卿一出道呢 便是被TVB力碰 炮龙套的时间非常短 相较之下 梁志卿的星图就差很多 出道多年 一直都没有演过主角 1981年开播的电视剧 风雨琴 两个人都有寸参演 只是黄志卿演的男一号 梁志卿则是站在主角背后的步景板 尽管在娱乐圈当中的地位差距甚远 但是呢 这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1982年 黄志卿和梁志卿更是高调的公开了情侣的关系 之后他们更是以多次 以情侣党的身份上TVB的节目 在台上一起唱情歌 一起跳舞 公然秀恩爱 这段情也不是一番风顺的 1985年 两个人曾经短暂分手过 分手之后 黄志卿就和大胆公辞了英系生情 而梁志卿也是有人追求 然而他们很快便是发现 最爱的还是对方 于是在1987年的时候 重新走到一起 并且在1988年举办了婚礼 自此之后 两个人便是对方 为一生一世的对象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他们都互相扶持 共同面对 不再轻易松开对方的手 即便是后来梁志华染上重病 需要花费巨额的医药费 黄日华也没有离弃她 宁愿拼了命的工作 也是要给妻子治病 可惜贴母碎人院 梁志华最终还是不敌病魔 永远地离开了 爱她的黄日华 很多人可能对梁志华并不了解 下面详细来说一下 83年 黄日华版本的摄登英雄传 依旧是很多人心中无法超越的经典 当年的过境 曾经一度拿下了TVB50%的收视率 26年之后 黄日华出演的天龙八部当中 黄日华再创造一个 力智经历的无法超越的角色 乔峰 而黄日华之所以能够在重新云集当中 被王晶父亲王天灵选中 称为过境候选人 是因为自己比较笨 听林叔说找我演郭静比较适合 因为他说我比郭静还要笨 还要蠢 因为笨 黄日华年纪轻轻的变成了记忆正少秋 周润发之后当主无愧的TVB一哥 几年之后 唐志也苗乔伟 梁朝伟 刘德华才顺利走红 成为了当时去找风云的无线无虎 如果按照现在的看法 当红流量呢 早已是宣家不菲 但当时的TVB演员经常过着非人的生活 凌晨三四点收工 六点再开工 但二十公水呢 确实少得可怜 于是几个人协商 黄日华就是找领导 谈薪资报酬 都不曾想领导根本不答应 不在乎 只是说让他们削五年 才可以每年加五百元 最后刘德华选择协业出奏 最后呢 凭借着唱歌在娱乐圈 闯出一片天 闯为刘天王 杨超伟得到了台里力捧成为巨星 黄日华则是出了钥匙 被台里打压了五年 重获自由 但早已经识过境迁 娱乐圈似乎已经没有他的位置 后来有人问黄日华 是否对当年的背叛有个后悔 他回答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这就是我的选择 如果再来一次 我还会这么选择 黄日华的妻子 就是刚刚加入五千训练班的时候认识的 梁津华是黄日华的师姐 两个人一见钟情 1982年 两个人公开恋情 还是被媒体称作为金童玉女 1983年 黄日华凭借着射灯英雄传爆红之后 传言称他和演员黄造石 是假戏真情 不久之后 再次被传出 以起别恋过惠英红 为了给梁津华安全感 黄日华还在媒体表示 和黄造石 惠英红只是朋友 我非梁津华不娶 而就是在1985年3月 黄日华对媒体宣布 自己将是在1987年迎娶梁津华 不久之后 就是光速打脸 传言称 因为邓翠文介入 两个人分手 虽然两个人创双否认 但之后呢 黄日华和梁津华的感情 却实出现问题 两个人分手了 且之后 黄日华和公子恩 开始了将近一年的恋情 但是因为始终对梁津华念念不忘 在一次偶人聚会当中 两个人在学前缘 且在1988年正式结婚 结婚之后 两年后的女儿 黄志勤出生 黄日华话说 十足好男人 从未有过画面新闻 面对媒体提问时 还调侃称 可能是太太对我 总是控制的很好 不让我有机会吧 而就是在结婚之后 黄日华一门心思的 铺在工作上 巨少离多的 女儿渐渐长大了 梁津华内心不安分的小心思 也是开始慢慢萌生 2000年 梁津华和同事K内 情热的照片被媒体拍下 丑文曝光之后 一时激起前层浪 据说还是黄日华靠关系 才将事情压下去 据说这件事情过后 黄日华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回家 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内地 甚至还动过离婚的念头 那几年的黄日华脾气暴躁 经常在公众平台怒对记者 甚至还被媒体封杀为暴躁割 就是在这段感情 岌岌可危 快走到尽头的时候 梁津华被查出了血癌 据说 四肢理亏了梁津华 自认为默默治疗 不想打扰黄日华 不曾想这件事情被媒体曝光 黄日华听闻消息 火速回给家庭 和梁津华终归和好 一起对抗命魔 对此不少的媒体 还对黄日华冷嘲热讽 而他只是表示 很多东西在病魔面前 全都不值得一提 依旧是努力拍戏 赚钱给太太治病 据说为了给太太治病 黄日华前后花掉了750万元 但对此黄日华确实毫无怨言 用他的话说 他在最好的年纪和我结婚 放弃事业 为我抚养女儿 那么优秀的人 甘愿在我背后默默付出 让我放心的在外面打拼 这份情谊 不是说放就能放 后再经过不懈的努力 2015年 梁津华的炳德的侯转 两个人还经常的 在公开场合希望爱 在某段采访当中 黄日华还称 自己的老婆比女儿更重要 女儿不是你自己去选择的 可是老婆 是你自己把她娶回来的 是你自己去选择的 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物 然而面对出轨妻子 都是能够选择原谅的黄日华 面对父亲呢 却是一个十足的冷血人 据说梁津华病重之后 黄日华的父亲 也是引病为住院了 有媒体报道称 当时黄日华的父亲 瘦五零熏 每天只能喝点西州 家里只剩下千百块钱 连支援费都叫不起 但是黄日华却从未去看过他 亦从未给父亲花过一分钱 黄日华的父亲曾经伤心的说 黄日华没有人情味 零钱都没有给过 面对媒体的抨击 黄日华回应 人在做 天在看 如此孤念亲情的黄日华 为何面对父亲呢 会如此冷血呢 原来一切建议因果轮回 据说黄日华的父亲 年轻时呢 整天在外面扎活 惹草不顾家 导致黄日华的母亲 最后患上了抑郁症 最终不转人亡 黄妇在黄母十五位 寒吃鸡 就是给他指了一个继母后妈 后妈过门之后 不但挑唆黄日华父子之间的关系 还撕吞了黄日华母亲 留下的三十万遗产 这样的做法 给黄日华造成了 极大的心理阴影 因此呢 黄日华也是十分注重亲情 本该是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光 不曾想 梁结华是因为病魔的原因 撇下了黄日华先去 梁结华曾经被血癌折磨 一度暴收二十斤 没有痛苦的过去呢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看着爸爸呀 爸爸年纪大了 这是梁结华 对女儿黄之情最后的遗言 虽说曾经是因为一时疏忽 犯下错误 但是从遗言当中 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他对黄日华是最不放心的 荧幕上是无所不能的大侠 生活里 却是一个十足温情的好丈夫 七年的坑儿之路 见证了黄日华对妻子真切的爱 从相识到去世 两个人经历了四十年 但是这四十年 确实见证了黄日华对他无限宠爱的四十年 最后也希望黄日华妇女能够早日走出失去振爱的悲痛 说说好心情 好好开展接下来的生活 以告为亲人的在天之灵